今集和大家看風水是一個近期的話題新盤 這個新盤有一個賣點 就是600呎不夠的單位 但可以托到4個房間的神質盤 它就是藍窗一號 先說一下它的位置 名叫做藍窗一號 當然就是在深水埗的藍窗街一號 這個新盤屬於單棟式的物業 樓高大概有39層 全棟樓的單位都不夠130個 預計在2019年年初就入伙了 由於它在深水埗這個舊區裡 所以如果由這裡走回深水埗港鐵站 你會覺得這一帶比較舊 還未好感受到這一帶屬於一個新發展的住宅區 藍窗一號整體是以藍窗街那邊為向 由於棟樓的外形暫時未見到 但以發展商公佈的圖則 再加上實地用羅間量度 用這兩個方法 一起推算出來的坐向線道 整體是屬於坐西北向東南 也就是屬於倒山倒向的黃財丁線道 屋卷大門這邊就是財位的位置 而大門前面這條馬路是屬於右水道左的格局 車樓由右邊的通周街轉進來 車速不算急 而且有紅綠燈的燈位 以及對著的這個優氣柱 可以做到聚水在門前和收水的效果 對於這個黃財丁線道來說也有幫助 但是我留意到在它對正的前面 有一座應該空置了很久的舊樓 以及另一座比較高 而且橙橙黃黃色的大廈 空置了很久而且很殘舊的大廈 在我們講求陰陽平衡的風水學上來說 屬於陰氣的位置 加上橙色這棟大廈 位置上有似質質地斜向 對正藍窗一號向這邊的單位 所以某程度上 這兩種景物都是屬於 由外局引入的煞氣部分 我建議到時入火的時候 需要在正向這邊的窗台位置 做一些化解和平衡的佈局 另外講一下向通州街那邊 向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有這個深水埗的浴氣市場 以及這條橫向的通州街之外 其實影響南窗一號較深的 反而是浴氣市場上面 這條小狗龍走廊 我想很多人都會覺得 這麼近大廈的行車天橋 應該就是我們經常說的 就是煞氣了 其實所謂大約煞氣的景物 是需要留意它的形態 以及它產生出來的作用 也就是包括了氣流 聲音和光線 這條行車天橋對於南窗一號的低層 在這邊單位來說 是屬於一條角角水 對於樓上的單位來說 就是屬於一條橫向水 由於天橋上的車速比較快 而且這些車是直離和直走的 對於向這邊 無論高低層的單位 它產生出來的動漲 聲音和氣流 的確是比較大的 所以都可以歸納做煞氣的部分 最後又說向海灘街這邊 這邊相對於剛才兩邊的街來說 屬於沒那麼繁忙的車路 加上以左向線道來計 由南窗街轉入海灘街正東位這邊 以及向著對面舊樓的東北位 以大局來說 分別是屬於偏材和文昌位的位置 加上對面這些舊樓不算高 對於向這邊的中高層單位來說 採光和納氣都應該比較好 如果風向是由東面或東北面而來的話 更加可以帶動這兩個線道的氣場